第321章 引斗 雪红 看起来应该是此女双修伴侣的一位陈巧倩师兄 悲痛至极地大叫一声 随后双手一挥 一道乌光飞射到了此女尸身的四周 在附近狂飞乱舞起来 试图找出加害此女的兵妖出来 说起来 这位名雪红的师姐死的也真是有些冤屈 若是没有意识起了争强好胜之心 而使用了福宝 说不定还好好地安在呢 因为在使用福宝前 她可一直有一件轻杀防御法器漂浮在身侧的 但因为想要缩短驱动福宝的时间 打算节省些法力 这才大意地将法器收了回去 结果没有防护的她就此连性命都丢掉了 不过说这女子经验太少 太粗心而犯此大错 也实在有些显示公平了 她也是见对面的敌人都化为了光简 自觉周围都是同门 才敢如此放心地驱动福宝的 可谁能料到 那兵妖竟然半妖化就破解出了 而且马上隐形把目标对准了她 当时的此女 正处于激发福宝的最后时刻 就是想停下都不能马上做到的 这才遭了毒手 说起来 宋萌在激发那长枪福宝时 同样没有使用任何防护的手段 只是宋萌的福宝微能较小 所以提前激发成功罢了 否则 那隐匿的兵妖 还不知会偷袭哪一人呢 而且不要说他们两人 就是刚才进攻的韩力等人 也没有几个开启防护法器的 毕竟刚才的光简 都只是无法反击的靶子而已 他们当然不愿浪费法力 另行祭出防御法器了 可是现在看到此女 被掏心的惨死情景 在听到韩力的提醒之声 其他人背后冷汗直冒 顿时防护法器 护照全都浮现了出来 以防这诡异凶残的敌人 再次出手偷袭 但令他们 更令他们面面相去的事情出现了 不管他们使用 何种专隐型的法术和法器 竟追查不到那妖人的踪迹 就是偶尔有瞅见踪影的 但还没刚惊喜一下 那妖人又突兀一下不见了踪影 似乎处于高速移动中 此时的兵妖彻底半透明化了 不时在他们四周忽影忽现的 不要说肉眼 就是灵性十足的法器 也发挥不出主动追踪的效用 几下就被其彻底摆脱了 这下众人全都变得人人自危起来 都心中凛然地不停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竟被半妖化的兵妖艺人 压制得无法动弹了 只有韩力望着场中的情景 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神色 那位和韩力并肩战斗过的王师兄 从未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 此刻脸色苍白无比 露出了恐惧之色 对他来说 前不久还和自己有说有笑的师姐 就这么惨死了 根本就犹如做梦一样事情 这可和他事先想象中帝 自己这方大展神威 轻松剿灭敌人的预想跟截然不同啊 想到这里 他望了一眼 神情如同疯狂般的血红师姐的双修师兄 脸色更见难看的几分 可能是人越怕什么 就越来什么吧 不知是他心虚的表现 被那冰妖看出来了 还是觉得他较若好下手一些 因此 在他彷徨无主之时 一只透明的冰冷利肘 凭空从其身后显露了出来 并狠狠地往其心脏处猛抓去 这位王师兄的护身法器 一面青铜小盾倒也灵性十足 没等王师兄主动驱使 就自己一闪地挪移了过去 正好挡住了此击 当的一声轻响 虽然冰一样的利爪被挡了回去 但是青铜小盾 却瞬间被凝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并同时直直地掉落到了地面上 暂时失去了灵性 王师兄这时才发现了身后的惊变 脸色刷得一下面无血色了 失措的左右打两个不停 见附近没有什么动静后 此位就犹豫了一下后 猛然弯身就去拾取那件小铜盾 他要及时给自己的法器解冻 好重新计数卷 快闪 临近的刘静一眼望见了 他这个举动后 冲其惊怒的大喝道 什么 他不禁一震 还未明白怎么回事时 身后的水属性护照 就发出了清脆之极的破裂声 接着一股让人洞彻心扉的寒风 直向他被不袭来 坏了 王师兄几乎同时知道了怎么回事 隐形的兵妖没有一击离去 又转到了其身后 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在此瞬间 王师兄脑中一片空白 脑海中唯一涌现的 就是那位血红师姐 躺在血泊中惨死的情景 真没想到 这么快就轮到自己了 王师兄能想到的 竟是这么一句话而已 可就在此时 他的眼前一花 接着身子一倾 整个人就腾晕架雾 搬得飞了出去 然后身下传来了轰隆隆的 一连串风雷之声 和有人惊怒交加的大吼声 随后他两脚就接触到了硬邦邦的地面 人就这么安安稳稳地站立住了 王师弟 你没事吧 就在此位丈儿摸不着头脑 不知自己是死是活之际 一声关切之极的声音传来了 听到这熟悉之极的声音 此位才有些呆呆地转过头去 刘金正一脸担心之色地望着他 见到这张面孔 王师兄才知道 自己真的完好无损地活着 不禁惊喜之极地感激道 刘师兄 难道是你出手救了我 这话语一开口 让这位王师兄自己都吓了一跳 声音嘶哑至极 可见他刚才实在受惊飞小啊 刘金听了此话 却露出几分尴尬之色 不好意思地说道 惭愧啊 师弟能活下来 可不是我的功劳 而是韩师弟刚才出手将你救下的 而且现在 还和那妖人打斗呢 可 以前我听你们所言 还不太相信韩师弟年纪轻轻地 真的击杀过十几名驻机修士 如今算大开眼界了 韩师弟的实力 还真是深不可测啊 韩师弟 王师兄听了此言 愣了一下 他明明记得 韩历当时离他有五六丈远的距离 怎么来得及出手呢 想吧 王师兄急忙回头 向发出打斗声的地方望去 结果入目的情景 让他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原先他被人袭击的地方 明明空空无一人 但却发出乒乒乓乓的鸡斗声 和一个人的低吼爆叫之声 并且还无缘无故地 飞射出几道立芒和剑气一样的东西 把附近的地面 切割出无数或深或浅的沟槽出来 王师兄半天才回过神来 他大感惊讶地 刚想开口问道时 那里的空地上 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接着一个白花花的 半透明人影凭空出现 并诡异地乘到飞机设置室 让王师兄吓了一跳 这人影证是袭击他的 那位半妖化的血世 只是此时的他 看起来更加的妖异 全身竟好似水晶一样 透明至极 不可能 你怎么能看穿我的隐身 还能跟上我的速度 这妖人晶莹的脸上 竟能看出满是惊怒之色 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畏惧 可是此话从其口中说出后 他发出一声兽性的低吼 人往前迅猛的一扑 整个人再次消失不见了 接着韩丽的一声冷哼传来 那停下的打斗声 再次响了起来 而且还更加激烈似的 并且不再限制在原地 而开始往四周扩散开来了 让指纹齐声 而不见齐行的刘靖等人 都脸色大变地不停后退 就是那报仇心切的 惨死女修士的双修伴侣 也无奈地只能暂避开一些 生怕不知不觉地 就被韩丽和这妖人的战斗波及到了 而死得不明不白 他们心知 这场看不见的战斗 他们是一时插不上手了 快看地面 宋蒙惊呼了一声 其他人听了 不由地低头望去 结果所有人心里都有点骇然 只见前方的地面上 不知何时 竟凝结出了一层厚厚的精冰 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显得光滑无比 这妖人好狡诈 竟然将地面变成这样了 这对韩师弟不利 宋蒙脸线焦虑之色 有些担心地说道 不见得 虽然不知道韩师弟用了什么盾数 竟然让我们同样发现不了其踪迹 但从声音看来 韩师弟并没有落了下风 显然这兵的对他影响不大的 不过 这些妖人变身后的诡异 实在大出乎了我们的意外 竟然让一位同门丧命于此 我实在难辞其咎啊 刘静默然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其他人听了此话 再看刘静沉重的脸色 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到 他们这些人不知 他们口中的韩师弟 韩丽 此刻在和冰妖激斗的同时 正在心中破口大骂呢 第322章 刘静宇珍宝 韩丽心里恼火之急 这倒不是因为他一时心软 出手救下了那位王师兄 而被迫施展罗烟布 和妖人激斗的缘故 而是为刘静等人 还不抓紧机会 去先灭掉其他 还处于变身中的血世 等到那三位也变身出来了 那才是真的大麻烦了 刚才他忘记了那位王师兄 要遭了冰妖的毒手 考虑其在对清文一战时 出手相帮的情分上 就一闪过去将其救下 随后这位妖人大概觉得 韩丽坏了他的好事 就死缠住他频频出手 让他只得出手应付一下 但随后他也觉得 这位冰妖对其他同盟来说 的确很辣手 还是由他出手解决得好 毕竟再有同盟陨落的话 后面的战斗 就真的人手不足了 现在他缠住了此妖人 可没想到其他人 只是光看自己的打斗 竟然没有趁机攻击 其他三个光剑 这岂不是浪费了大好的机会 不过他也隐隐猜到 其他人恐怕并非不知道 抓住时机 而是因为冰妖的诡异隐身 并有人丧命其手上 而害怕其他血式的半妖化了 因此 虽然明知全变身的血式 肯定更加辣手 但还处于愁畜之中 说不定都有了一丝退意 可韩丽来此处 并非光是铲除黑煞的 而是另有预定目的 怎会轻易地打退堂鼓 而且 这位半妖化的冰妖 虽然一破解而出 就击杀自己这边一人 但只要小心一些 其实也没什么 甚至在韩丽眼中 此位还不如当初那位光头大汉 那么 让他更难以对付呢 这位妖人 只不过将身体透明化 能够急速行动 和操纵些寒气罢了 就是所谓的隐身 也是和他的急速罗烟不一样 纯粹高速移动的错觉而已 只是因为其身体的透明诡异 更加的难以捕捉发觉 但这种诡异的身法 也就只能在地面上 才能显出威力 只要众人一飞到天上 拉开距离 施展大范围的法术 就可逼其现身了 毕竟肉身的急速移动 在短距离还可以逞凶 距离异常 怎么也跟不上 修饰预期飞行的 刘靖等同门 只是从来没经历过 这种短刃相接的肉搏战 自然觉得对方鬼魅之极 根本难以对抗 可韩丽本身 就经常使用此方式战斗 自然应付经验丰富之极 想到这里 韩丽猛然用一挥银剑一下 击退了对手的利爪 突然一现出身形 大声说道 刘师兄 你们快飞到天上去 继续攻击那三个血使 我不会让眼前 妖人离开骚扰你们的 韩丽说完此话 身形陡然一闪 又不见了踪影 可实际上 手中银剑快到无影无形 正将那冰妖 逼得连连后退不已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再飞离地面 韩丽手中的银剑 可是血色试炼的那件战利品 可以应接对方的利爪 而完好无损 但同样迎接 也无法伤到对方一双冰爪 这让韩丽暗暗 撑其不已 刘静听到了韩丽的话语 略一思量 就明白了韩丽的用意 可经变现犹豫之色 她的心里 正在矛盾至极 刘静虽然出身修仙大家族 但是幼年时 却曾经被邪修掳走过 着实过了一段 备受折磨虐待的黑暗日子 甚至差点还丢掉了性命 后来总算被家人救出 并败入李化园门下 修为有成 但因为幼年之时的阴影存在 刘静对邪修当然痛恨至极 奉行见一位杀一位的铁血原则 不放过任何知道的 修炼诡异功法的邪修 这样做的后果 让她大感痛快的同时 还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正面声望 即使一些修为比她高的气派修士 见到她都露出一丝敬佩之色 刘静表面上不动声色 可心里却渐渐迷恋上了 这种受人尊崇的感觉 以至后来再主动四处铲除邪修 其实大半是为了享受 他人的敬仰之色而已 当然表面上 刘静很小心地将这种心态 隐藏在了心底深处 待人出世上 似乎还是那个一泊云天 极恶如仇的铁血刘师兄 而眼前的黑煞教 绝对是他所遇见的势力最大 最应该铲除的邪教 但是同样 对方的实力 也是他所遇见的 实力最强的邪修 他实在没有什么信心光 依靠普通法器 就能击杀剩余的三个血势 攻击力度稍弱一点 只会让剩下三人 提前半妖化而已 一个半妖化之人 就这么难对付 剩下三个再出现的话 他们几人根本应付不了 还很有可能送命于此 若是就此撤退 他们此行就算是打草惊蛇了 彻底失败了 黑煞教肯定会有明转案 再次地销声匿迹 会让他多年积攒下来的声誉 彻底地复制东流 一想到他人望向自己的讥讽之色 刘静就觉得 胸口喘过气来 郁闷难受之极 韩丽的这一声催促 是将其推到了抉择的边缘上了 刘师兄 我们要不要先撤退啊 这黑煞教的实力 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被韩丽救下的王师兄 有些迟疑地凑过来 小声地说道 从那躲闪不定的眼神中 刘静清楚地看到了怯懦之色 撤走 这么做了之后 自己以后在其他师兄弟眼中 恐怕也是同样的形象吧 刘静苦笑地想到 大家飞到天上 给我护下法 剩下的三名血神 全都交给我处理吧 刘静微然一笑后 平静地说道 同时心里默默地想着 看来只有动用那个东西了 只有这样才能一战成功 保住民生不受损 虽然那是自己保命的东西 刘师兄 你要一人对付剩下的血世 不光眼前的王师兄 附近的其他人听了刘静的话 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种表情 让刘静觉得心里十分痛长 不过表面上 他还是做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二话不说的 直接玉器飞到了空中 同时肃然地 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个火红的玉盒出来 此时的刘静 完全恢复了平常时的从容不迫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让其他人互望了一眼后 对其有了些信心 同样飞到了空中 望了一下手中的玉盒 刘静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舍之色 但随即神情一力 猛然双手一拍此盒 顿时整个盒子 寸寸地碎裂了开来 露出了一张 红光包裹着的奇特符路 符路上有一张 火红的火鸟图案 那火鸟在符路中间 不停地挥动翅膀 来回飞动着 竟可以像真鸟一样自由活动 甚至此鸟的眼珠 发出淡淡的蓝光 不时还转动一下 更让人骇然的是 此符路刚一现身 炎热之气就一圈圈地散发了出来 让附近数十丈空间温度骤然上升 只烤得他人口干舌燥之极 刚刚靠近的宋蒙等人 正好看见这惊人的符路现身一幕 符宝 宋蒙一见此物 就叫出了声 不是 这不是普通的符宝 这 这是珍宝 那位王师兄 见到这张好似符宝 但又大有一项的符路后 却犹如见到鬼一样的师生教导 珍宝 知道的人听了此话 心里同样地大吃了一惊 所谓的珍宝 虽然也属于符宝 但是和普通符宝大不一样 有许多截然不同之处 首先 普通的符宝 最多拥有原法宝的十分之一威能 就算顶尖了 而珍宝则可逆天地容纳 本体法宝的三分之一威能 这根本不是一般符宝可以比拟的 其次 珍宝出世时 要经过法宝主人的血脉之法炼制 只有拥有特定血脉的后人 才可驱使运用这些珍宝 并非是任何人可以使用的 否则一注入灵器 这些珍宝就会自动毁掉 有以上这些好处 当然珍宝的缺陷也很大 否则先被前人们遗留下的 就全是这种珍宝了 珍宝最大的缺陷 就是 虽然可以容纳多出普通符宝书碑的威能 但只能作为一次性的消耗物 已经使用威能 就会当场全部发挥出来的 丝毫折扣都不打 不会有什么第二次使用的机会了 因此 实用性相比普通符宝来说 大大的减少了许多 但真正限制 这种珍宝极少流传下来的 还是另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 一件法宝一经血脉炼制出珍宝 那么此法宝损失的威能 将会是永久的 是无法重新系列弥补回来的 这让一些明知大限将至的先辈修士 还是对平时真弱性命的法宝 无法做出此事 宁肯选择多留几件 福宝给子孙后辈 因此 有些修士开玩笑地说 在修仙界珍宝的数量 比法宝的数量 还要稀少得多 这句话 虽然有些夸大 但也离世事不远了 第323章 斩妖 珍宝的激发比普通福宝要难上许多 这也是刘静为何让其他同盟 给他护法的缘故 他可不想落个 和那个惨死师妹一样的下场 因此 在放出了一道黄色圆环法器 环绕自身后 他才真正放心盘膝坐下 往这火鸟珍宝中注入法力 那火红的福禄 在刘静手掌上 开始红光剑胜起来 福禄中的那只火鸟 飞舞得越发灵活欢快 一副随时可以跃出福禄的样子 看来雌鸟化形飞出之时 就是激发成功之客 韩丽虽然在地面和那冰妖症纠缠不清 但也明白 这些同盟是在另行施展手段了 心里顿时放心了下来 他可最怕这些同盟因为胆怯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到时他一人说什么 无法从黑煞教主手上得到那东西了 既然不用分心他事 韩丽的心神 自然全都回到了眼前的对手上了 以他助激中气的修为 施展着罗烟布 但对身体来说 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不能再将这种急速战拖延下去了 必须全力冒险一击 韩丽思量到这 一只手挥舞迎剑身形闪动不停 将冰妖压地喘不过气来 另一只手则无声无息地 用手指从储物袋中勾起了一物 紧紧地缠在了无名指上 做好这事后 他眼中杀机一闪 双手一合 呈双手持剑的大开大合之势 突然连人带剑 凶狠之极的就是迎头一斩 这一剑的速度 胸力远超前面的所有攻击 让冰妖心中一领之下 急忙一边往后倒射 一边举起金银的冰爪 交叉去接 当的一声轻响 冰妖冷笑一声 借着这一击之势 盗飞反而更加快了 眼看就要 拉开了和韩丽之间的距离 可是韩丽脸上 却浮现出了一丝激讽之色 就在冰妖见了 暗觉心中不妥之际 韩丽松开了持剑的一只手 并猛然往回一拉 结果 冰妖的盗飞之势 莫名地停滞住了 冰妖双手握剑 摆出了斩击之势 脸上不含丝毫表情 冰妖见此大惊失色 急忙拼命挣扎 但是为时已晚 其人眨眼间 就到了韩丽的身前 就见韩丽手中迎剑略微一抖 无数道密密麻麻的银芒 一闪即逝 两人瞬间擦身而过 接着二人的身形 同时在月色下显露在了出来 只是韩丽持剑站立着 而冰妖则重重地摔倒了地上 这一幕 被空中观望的宋蒙等人 丑得真切 不禁大为紧张起来 冰妖摇摇摆摆地站立了起来 望着韩丽的背影 脸上凝笑了一下 刚想说着什么时 突然间神色凝固住了 一连串清脆的破裂声传来 冰妖如寒冰一样的透明身躯 净现了无数细细的裂纹 转眼间裂纹变身变长 冰妖整个人就在破裂声中 化为一堆晶莹的冰渣堆在了地上 在晶莹的碎渣中 一只完整的利爪伸出了半截 那锋利的爪尖仍然寒气森森 也只有此物 才进得起韩丽的急速切割 而丝毫无损 韩丽冷冷地望了一眼 粉身碎骨的冰妖 再抬手看了看 三个血色更加耀眼的光剑 紧皱了下双眉 她默不作声地挥手手一拉 一只冰爪就直直地飞了过来 在月光的反射之下 才能隐隐地看出 韩丽和这利爪之间 竟有根透明的丝线紧紧相连着 这正是那冰妖身亡的致命原因 韩丽趁着和其再度交手时 操纵无名纸上的透明丝线 无声息地缠到了对方的爪子上 可怜其妖化的冰身 虽然变得透明坚硬 但同样丧失了灵敏的触觉 这才被韩丽轻易地得手 丧命于此上 韩丽低头戏看了一眼这只冰爪 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随手扔掉了 她虽然明知 这冰爪既然能应接银精 炼制的银剑而不毁 肯定是炼气的绝佳材料 但仍一想到这原本是人手所化 仍觉得心里毛毛的 还是无法克服心结 将其收起 她几步走过到冰爪的尸身旁 用银剑在冰渣中胡乱划了几下 将一只储物袋一剑挑了出来 略看了一下就仔细收好 然后一声不响地往天上飞去 她要看看这些同门 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那三个血世 可是马上要变身出来了 韩丽并不清楚 就在冰爪刚刚送命的同时 一处假山下的密室内 一个白晶晶闭目的中年人 忽然睁开了血红的双目 口中喃喃自语道 冰妖已经死了吗 也好 省得我以后再动手了 说完此话 她又若无其事地 继续合上了双目 而她身前正横握着 一具皮包骨头的骸骨 看其瘦骨铃铃的样子 近似除了层皮外 一丝血肉都不复存在了 而从其身上的衣饰看来 竟是黄蜂骨的羞饰 韩丽欲气到了空中 尚未开口 宋蒙几人就急忙围了过来 各个面带惊叹之色的称赞不已 甚至言行中 还夹带了一丝丝敬畏之意 而那血红师姐的双修伴侣 更是两眼微红的 满脸感激不尽 韩丽稍微谦虚了一句 就纳闷地指着 刘静手上红的 有些刺目的服录 疑惑地问起 当下就有一人 给韩丽讲了珍宝之事 这让韩丽喜出望外 彻底放下心来 有关珍宝之事 韩丽当然也听说过 只是没想到 这位刘师兄就有此宝 而且 如今还舍得拿出来使用 一般情况下 这可都是生死关头的 保命手段 韩丽和刘静的经历不同 自然无法体会到 刘静的复杂心理 和那种患得患失之心 对韩丽来说 别人用什么目光看待自己 这根本就是无所谓之事 只要不是触动自己的利益 这又不会少一根汗毛的 当然若有机会 不费什么力气 就能给他人留有不错的印象 韩丽还是乐意去做的 但要为了维持这种印象 就是用像珍宝这样的宝物 那是打死他 都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不过刘静这种做法 还真让韩丽有点感动 甚至怀疑自己以往的观点 是不是错了 这世间 竟还真有为了除恶 连自己都不顾的好人 正当韩丽暗爵有点惭愧之际 忽然下面传来了一声怒吼声 声音中满是嗜血杀戮之意 韩丽等人不由得一惊 急忙向下望去 只见三个血色光俭中的一个 已经开始不停地胀大变形 似乎里面的血势 就要马上出来的样子 韩丽心里一领 看来还要先斗一斗另外的血势 给这位刘师兄争取些时间了 思量到这里 韩丽正要采取行动时 一句平静的声音 从众人的身后传来 众位师兄让开一下 让我来灭掉这三名妖人吧 此生让众人的脸色都为之一喜 韩丽急忙回身望去 只见刘静正含笑望着他们 在其手掌之上 有一只小巧玲珑的红色小鸟 不停地飞来飞去 可爱之极 原本附近的那股炎热之气 不知何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就是那珍宝的原形 韩丽有些惊讶地望着红色小鸟 多谢诸位护法了 刘静缓缓站起身来 轻飞到了韩丽等人的身前 接着在他人惊诧的目光中 毫不迟疑地 用嘴轻轻一吹手中的小鸟 那火红小鸟 立即清明一声地 飞出了刘静的手掌 往下轻快地直飞过去 这时下方的那个 已有变化的光剪 扑斥一声闷响 竟然自动撑裂了开来 从里面走出个 轻光缠绕的妖物出来 看其形状 和那冰妖的半妖化造型 极其相似 只不过 颜色变成了深青色而已 这妖人的面容 分明是那轻文道士 只是此时的他 满面的疯狂之色 仿佛神志有些不清了 他狂吼两声 一抬手就望见了 轻飘飘飞来的火红小鸟 身形顿时一致 脸上的风色 竟然为之一脸 露出了畏惧之极的神情 马上他惊慌失措地 四处张望了一下 突然身上青光一盛腾空飞起 想要顿走的样子 可就在此时 那红色小鸟滋辣 一声身形猛掌 化身成了一只 仗许大小的火焰巨鸟 然后两翅一扇 就如同瞬移一样的 从十几丈远的地方 突然出现在了 妖化轻文的身后 用那尖尖的红嘴 轻轻的一镯 第324章 黑煞教主 黄热的火焰飞扬起 六七丈之高 清闻整个人 在巨鸟这一镯之下 化为了巨大的火人 直直地从空中 跌落了下来 到了地面上 只来几惨叫了两声 就化为了一堆白灰 竟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韩丽正惊讶万分之际 那火焰巨鸟肩鸣一声 一扭头向那两个光箭 狠狠地扑了过去 结果 一股滔天的火柱 在两个光箭之间爆发出来 转眼间 就将这两个 快完成变身的血势 卷入了火海之中 韩丽看得真切 两个光箭的血光 在那火红的烈焰中 只苦苦抵挡了片刻 就消融得丝毫不胜 裸露出的两个 模糊人影无声地 晃动了几下 就炼化得一干二净 这看起来和普通火焰无二的火光 竟然厉害如此 让韩丽惊骇不已 对杰丹七修士的法宝威力 再次有了清晰的认识 宋蒙等其他人 除了和韩丽同样惊骇外 脸上更多的 则是惊喜之色 这珍宝太厉害了 此次能剿灭邪教 可全靠刘师兄啊 其他人兴奋至极地 纷纷说道 在他们看来 只要将这血势除去 剩下还在闭关的黑煞教主 还不好对付吗 毕竟他们这么多 助机器修士 没有道理 还拿不下邪教 偷偷一个人 刘静看着下面 那活鸟所花的烈焰 渐渐地消失不见 心里却痛惜之极 但听了这些赞语后 又觉得精神一振 走吧 我们在此耽误了不少时间 进去将黑煞教主也灭掉吧 刘静变得豪气大发的挥手说道 其他人听了点头秤势 几人就飞了下去 韩丽微微一笑 同样也想下去时 可是目光向旁边一扫 却发现那王师兄 竟正正地向下望着什么 神色有些古怪的样子 这让韩丽有点一愣 不禁顺着他的目光瞅去 可地面上 除了妖化青纹所化的白灰 和面露伤心之色 收拾道旅遗骸的同门师兄外 哪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王师兄 有什么发现吗 韩丽还是忍不住问道 脸上带了些狐疑之色 没有 没有什么发现 韩师弟 你多心了 王师兄听了韩丽如此疑问 立刻把目光收了回来 眼光有些躲闪地说道 韩丽见此 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此位一定有什么重要发现 可是却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才露出了这种表情呢 想到这里 韩丽有些郁闷 但表面上淡淡地一笑 神色如常地说道 既然没事 我们还是快下去吧 刘师兄都要进去了 指了指那冷宫的大门方向 韩丽二话不说的玉器飞下 只留下空中的王师兄 脸色阴晴变幻的模样 但随后其一跺脚 无奈地也跟了下去 可就在韩丽刚刚落地的时候 一句叫声从天上传来 刘师兄 韩师弟 等一下我们 韩丽一愣之下 缓缓回过头去 刘静和其他人听了后 同样地停下脚步 面带喜色的寻声望去 只见在柔和的月色之下 钟卫娘和陈巧倩 以及一名面色苍白之极的中年人 从天上徐徐地降了下来 那中年人身穿金黄色的服饰 神情害怕之极 几乎被钟卫娘倒提着衣领地 悬挂在飞行法器外 见了韩丽和刘师兄等一大群人 脸上的荒色更深了三分 刘静见此 微然一笑地迎上去了 看来两位师妹 此行很顺利 这位就是月皇吧 等到两位女修士落地后 刘静目光在中年男子脸上转了一圈 就不在意地挪开问道 是啊 这家伙正在一个什么店 召见几个臣子 我和师姐上去把其他人打晕 就把他抓来了 当时还有两个恋气气的黑煞叫弟子 从旁边冲出来想阻拦 被我和师姐轻易地就解决了 刘师兄 你也没出事 真是太好了 钟卫娘见到刘静安然无恙 似乎非常高兴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对刘静的关切之情流露无遗 这让刘静在众人的目光下 微露尴尬之色 让韩丽看了案觉得好笑 陈师妹 你也没事吧 陈巧千的两位师兄 也上前殷勤地问道 陈巧千神色淡淡地应付了两句 目光扫向了人群 瞅见韩丽后 只在其脸上略停留片刻 就神色复杂地立刻闪开了 雪红师姐呢 陈巧千皱了一下秀气的双眉 有种不好预感地问道 这句话一出 其附近的其他人脸色都一沉 露出了沉重之色 雪红已经冰解了 那位雪红师姐的道吕 强忍着悲痛 勉强说道 这句话一出口 陈巧千和钟卫娘刷的一下 脸色极为难看 钟卫娘更是马上面现 恼怒之色的一张嘴就说道 你们怎么 可是这句质问的话语 只说出了一半 就被一声突然响起的 凄惨叫声打断了 韩丽等人闻听吃了一惊 立即警戒知己地望去 只见在离众人不远的地方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位蓝袍人出来 这人一只红光闪闪的手臂 正从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的 王师兄兄枪处抽出来 随后尸体就直直地栽倒在了地上 气息全无 我原本并没想先杀他的 但是这孩子 实在不该拿不属于他的东西 蓝袍人笑眯眯的说道 年约四十许岁 面容白净无须 眼角有些鱼尾纹 一副慈祥之极的模样 说完此话 他非常随意地一弯腰 从王师兄尸体的一只手上 捡起了一颗拇指大小的青色珠子 让其脸上的笑意越发浓了几分 望见此人后 刘静和韩丽的脸色几乎同时一尘 面露出谨慎之极的神色 阁下是黑煞教主 刘静眼中闪过若有所思之色的试探问道 呵呵 很聪明吗 的确是在下创立的黑煞教 你就是他们的为首之人吧 老者神色如常地笑嘻嘻问道 一听此人就是那应该在闭关中的黑煞教主 即使韩丽也不经脸色骤变 更别说其他黄蜂骨修饰了 一个个如灵大敌地纷纷将法器扣在手上 刘静脸色微变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才暗下心中的惊慌之意 随后 他偷偷地冲其他人 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后 就冷冷地问道 不错 在下刘静 这次剿灭你们黑煞邪教 就由在下领头的 现在 你成了孤身一人 竟还敢行凶杀人 胆子真的不小啊 这番话 刘静说得正气凛然 毫无句色 就是他自己也非常满意这番表现与言语 大有越说气势越发高涨之势 只要除去了这邪教头头 想必他刘静的声望 在气派中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他人 对他将会更加地尊崇敬仰 一想到这里 刘静的心头 就如同浇上了烈酒一样 渐渐火热起来 手一翻两把银钩和那圆环就亮了出来 可是 还没到等他招呼其他人一起出手时 对面的黑煞教主 突然冲起诡异的一笑 接着他就听到一声轻轻的话语 那你可以死了 几乎同时 刘静忽然胸口一痛 尚未明白怎么回事时 一只鲜血淋淋的手臂 从其前胸透出 五根血红的手指上 捏着一颗微微如动的圆形东西 这是什么 刘静不禁愕然地想到 或许他心里明白 但却不愿真的想知道 随后七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两眼发黑 耳边还传来了几声尖叫之色 听声音 好像是一直苦练他的中卫娘的哭叫声 只是听起来这么的陌生 这么的遥远 可 这小丫头 还是这么爱哭啊 刘静在陷入黑暗的长眠前 有点苦涩的最后想到 韩丽的脸色很难看 因为上尉和黑煞教主开始战斗 他们这边就被一个想不到的人一出手 就击杀了两名助击中期的修士 此行的领队之人刘静 竟然就这么陨落在了此人手上 那人一击得手后 两只手臂各动穿着刘静和陈巧茜一位师兄的尸体 身形异善 就到了黑煞教主的身边 然后转过头来 冲韩丽等人宁笑不已 让韩丽根本来不及出手拦下 那中卫娘在刘静被杀的一刻 只发出了几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就彻底地震住了 陷入了尸神之中 一旁的陈巧茜见词 急忙将其拉到了身后小心地护住 然后满脸愤怒与悔恨地望着那出手偷袭之人 第325章 诡异 砰砰两声 刘静两人的尸体 被偷袭之人随意地甩到了地面上 让韩丽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既然来了 就不要再走了 我正好还缺几个住击修饰血迹呢 这人说完此话 茵茵的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这人竟是那刚才还惊慌之极的月皇 只是此时的他 哪还有半分狼狈慌张的样子 身上传来了不下于蓝袍人的法力波动 竟也是住击后期的修饰 感应到此人的修为 韩丽的脸色越发冰朗了 实在不知他刚才施展了和弓法 竟能将修为掩饰到 让黄蜂鼓众人察觉不到分毫 这让韩丽一下想起了 当初见小王爷和王总管二人时 同样察觉不到 有法力存在他们身上的情形 只是这次那奇妙的危险预感 并没有出现 这让韩丽越发地忌惮与小心了 韩丽手指一弹 白森顿和龟壳法器同时出手 围绕身侧缓缓移动起来 旁边的陈巧倩和宋蒙等人 神色紧张地望着月皇和蓝袍人 同样放出了法器 紧紧护住全身 看到韩丽等人如临大敌的模样 月皇和那蓝袍人互望了一眼后 竟同时黑黑冷笑了起来 接着就见那蓝袍人身形一晃 突然出现在了十几丈远的一处地方 那里有一堆闪闪发光的冰渣 正是被韩丽乱刃分尸的冰妖碎尸 蓝袍人到了跟前 冲着堆冰渣伸手轻轻一抓 一颗蓝色珠子就搜的一下 从冰妖尸海中飞到了骑手上 与此同时 那阴险的月皇也闪身到了 被火鸟珍宝莲花的两名血尸藏身处 他伸手往地上狠狠一拍 一惊一晃两颗珠子破土而出 老老实实地飞到了月皇手上 这是 韩丽一见这几颗珠子 再联想到此前的那颗青色珠子 立刻隐隐猜到了什么 心里马上紧张了起来 没想到他还想如何将此行目的达成 可东西竟然就出现在了眼前 这些肯定就是那小王爷讲的 和结单有关的五行写名单 只是这里只有四颗而已 还有一颗呢 韩丽正在惊喜交加之际 那月皇和蓝袍人得到这几颗珠子 同样的喜新余色 他们各站一方地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然后在笑声中冷眼瞅向了韩丽等人 毫不掩饰面上的流露的杀鸡 这让韩丽这边的人都不禁脸色微微一变 全都上天 韩丽各种念头在心里转了一圈后 忽然大声说道 然后神风周一现 人就率先飞到了空中 其他人听了一愣 但处于对韩丽前面不凡表现的信任 宋蒙和那雪红师姐的双修伴侣 都下意识地按韩丽所说的 一骑飞到了天上 只有那陈巧倩听了韩丽此言 愁愁了一下 但随后一拉身后的钟卫娘 也欲气上了天 月皇和蓝袍人见此 脸上闪过一丝奇异之色 但随即同时冷笑了一下 明明是两个相貌完全不同的人 但却给韩丽神情笑容 如同一人的诡异感觉 让韩丽心里未知一礼 这些小家伙还挺机灵的 看来需要你提前现身了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拿去就是了 月皇和蓝袍人 两人在下面淡淡地一说一答 但话里的诡异内容 让韩丽和陈巧倩等背后直冒寒气 韩丽殿 他们在说什么 宋蒙凑到了韩丽身边 咽了下口水问道 再见到了这么多同门惨死在眼前 即使宋蒙这样争强好斗之人 也没有开始时 那古天不怕地不怕的锐气了 此时来问韩丽 更多的是想心安一些 毕竟韩丽在其心目中 有一分神秘感 让她觉得有几分可靠 韩丽听了 心里苦笑了一下 嘴角一动 刚想说什么时 下面发生了一幕 让她脸色大变 马上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那陈巧倩更是失声叫出了声 引得宋蒙心惊的急忙忘却 只见那月皇的一只手 插进了蓝袍人地胸口处 而蓝袍人两臂张开 一点挣扎之意都没有 还神色如长蒂微笑着 接着蓝袍人和月皇身上 冒出了耀眼的血光 并通过月皇插进蓝袍人胸口处的手臂 让两人的血光连接到了一起 紧接着蓝袍人身上的血光 开始向月皇身上狂涌而去 既像被月皇吸纳走的 也像他自己主动送上门的 让宋蒙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蓝袍人身上的光滑越来越弱 皮肉也一点点地干瘪下去 而月皇身上的血光则越来越来强 面容竟一点点地年轻了起来 这是什么邪功 宋蒙骇然地失声道 但此时的韩丽 脸色阴沉无比 根本顾不得这位宋师兄的惊诧 而是深吸一口气后 猛然双手向外一甩 无数的火蛇和火球之类的火系符禄 就争先恐后地 从其手中涌向了下面的月皇和蓝袍人 足足扔出了一两百张还多 这可是韩丽身上仅有的火系符禄了 结果 这些符禄在半空中 就化为了铺天盖地的火系法术 巨大的火浪气势汹汹的就冲了过去 其声势甚至远在那流尽的火鸟珍宝之上 不过 能一次扔出上百符禄的 好像修仙界中还真没有几人 毕竟这哪是扔符禄 这扔的都是成百的零食啊 这一手的声势之大 让宋萌和陈巧倩等人吓了一跳 连狮神中的钟卫娘也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盯着瞅了几眼 而下面的月皇 刚开始也被刺警害了一大跳 但随即就瞅出了这些 只不过是低阶法术而已 就不屑一顾地不予理会了 他很清楚 凭自己身上的护体血光 这些法术根本上伤不到自己的 还是抓紧眼前的是要紧 只要眼前之事一了结 他杀对方那几人 根本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就在月皇眼中 闪过让人心计之色的一刹那 那漫天的火光 就将其和对面的蓝袍人 淹没进了轰隆隆的爆裂声中 果然 不论那爆裂声多么震耳欲聋 火光多么冲天 月皇和对面的蓝袍人都安然无恙 蓝袍人身上的血色光化 也有多半转移到了月皇身上 而这时的月皇 也变得只有三十许岁的模样 这让月皇露出了几分欣喜之色 这时的陈巧倩几人见寒历出手了 也纷纷放出了法器 向下面袭去 毕竟看起来 那二人正施展某种邪术 而无法反击 这自然要痛打落水狗了 可是他们的法器刚一出手 一团刺目的白光 在月皇和那蓝袍人中间 爆发两人出来 接着一声惊天动的巨响传来 白光一缩一掌之间 就将那二人淹没在了其中 白光中蕴含的可怕灵力 及月皇脸上露出的惊恐之色 清晰地落入了陈巧倩等人的眼中 让他们又惊又喜 不约而同地望向了寒历 显然这一幕 是眼前这位同门下的手 可是他们眼中的寒历 没有任何喜悦之色 反而神色更见阴寒了 别高兴得太早 那家伙还没死呢 寒历淡淡地望了他们一眼后 冷冷地说道 这句话 让这几人心里一惊 急忙忘却 果然 下面的各种烟尘 虽然掩盖住了一切 但那月皇的灵气 仍若有若无的样子 看样子即使尚存 但也法力大损不少 用神识感应到这些信息后 宋蒙等三人 又是精神一震 各指挥自己的法器 在附近上空盘旋不定 一等月皇显出身形 就要合力将其击毙 也算为惨死的同门报仇了 可 好 好 可 我还真是看走了眼 想不到阁下 才是此行人中最落手的一个 你到底在那些俘虏中 藏了什么东西 竟然连我的护体血光都挡不住 一阵咳嗽声从烟雾中传来 但渐渐声音就平稳了下来 并越说声音越冷 中气也充足了起来 宋蒙等人神色大变 就是韩力也心里骇然至极 一颗天雷子罢了 我倒真没想到 这世间还真有助击修士 能挡住天雷子而不死的 韩力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并双手一挥 石鱼头傀儡兽和傀儡士兵 在一阵白光中出现在了身前 一个个对准了地面上 那个逐渐清晰的人影 一见那人影显现出来 宋蒙等人的法器 毫不迟疑地猛袭过去 但是一阵红光后 所有的法器同时失去了 和他们主人的联系 接着月皇满身血迹和污垢地 从烟雾中走了出来 一双充满了怨毒之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住了韩力 第326章 血灵钻 韩力没有望向月皇怨毒的神情 目光停留在了 其周身暗淡的血光上 一把金尺 一对紫色怪刃 一柄蓝色长剑 凭空漂浮在血光之内 正是宋蒙等人的法器 此刻他们在血光中一动不动 看来失去了灵性 韩力闪过若有所思的目光 看来这人的护体魔光砖屋普通法器 他身上只有那对乌龙夺 不惧此类邪功了 而且 到现在只有这人独自现身出来 看来那自称黑煞教主的蓝袍人 真死在了天雷子下了 想到这里 韩力心里一松 可丝毫没有给对方喘息之机的意思 脑中神念一声令下 身前的石鱼头傀儡 发起了攻击 各色的光矢和光柱 接连不断地宣泄而下 激向了对方 一侧的宋蒙等人 虽然因为心经法器被夺 不敢再使用法器 但见韩力发起攻击后 就不约而同地掐绝念咒 各种法术浮路不停地扔向下面 他们很清楚 只有一鼓作气地 击溃眼前最后一名敌人 他们才可以保住性命 从诸多同门惨死的噩梦中解脱出来 下面的月皇剑瓷 面无表情 但徒手在身前轻轻一划 一面巨大血色光盾 就挡在了身前 所有攻击都被这面化形而出的巨盾 轻易地接了下来 但月皇本身的血光越发的单薄 甚至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这让上面韩力等人的攻击 更加猛烈了 月皇冷哼了一声 二话不说地往怀内一摸 一个墨绿小瓶出现在了手中 他马里地倒出了一颗龙眼大小的丹丸 这丹药通体心红 散发着扑鼻的血腥之气 看起来实在不是什么良药 可月皇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嘴中 瓶子则随手一抛 这个瓶中竟然只装了这一颗丹药 血色丹丸一下月皇的肚中 让韩力震惊的事情出现了 只见月皇脸上精神一震 随即身上的血光重新耀眼了起来 各种伤痕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消失 就在这短短一瞬间 韩力心目中的大敌 又变得气定神闲起来 仿佛原本消耗的法力 伤势全都恢复到了 韩力用天雷子之前的情形 见鬼了 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宋蒙见此情形 连手上已经成形的十几根冰锥 都忘了扔出去 难以置信地不停喃喃道 韩力也是震惊之极 他同样不知对方服用的什么东西 竟会有这种逆天的效果 他看过的各种典籍上 可从来没有提起过类似的情形 他服用的是修水丹 这是一种 只有修习了几种特别的魔功 并愿自损修为 才可炼制出来的救命丹药 这种东西只能自己服用 对别人来说就是致命的毒丸 一声清冷的声音 从陈巧倩身后传来 韩力不禁微微一震 而陈巧倩满面惊喜地回过头去 钟师姐 你没事啊 我很好 没有什么要紧 不过 眼见这个杀害刘师兄的妖人 我一定要杀他 终于清醒过来的钟卫娘 勉强冲陈巧倩一笑 接着神色一寒地说道 我们都想杀了他 关键是 现在他也有同样的想法 韩力听了钟卫娘的话后 头也没回得淡淡说道 听了韩力这话 钟卫娘一愣地向下望去 结果脸色骤然难看起来 下面的大敌月皇 竟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将那面光盾收回了身体 身上的血光 竟长到了两三丈之后 血光中的那几件夺取的法器 更在血光中渐渐地消融 各种法术和傀儡的攻击 都被其挡在血光之外 而在此之前 此人护体光芒 只不过数尺而已 这人的修为 已经远胜之前了 他抬手冰冷地 望了韩力等人一眼 突然伸出一只手臂 向后凭空一抓 一颗火红色的珠子 从身后的某处窜出 准确地落入了其手中 看到此幕 韩力眼中一色一闪 就想到了那个 死在自己天雷子下的蓝袍人 看来这珠子 就是此人遗留下来的 如今这血泥五行丹 算是凑齐了 只要能杀了此疗 就能得到这对 结丹大有益处的宝物 小子 还有天雷子吗 若是有的话 我就站这里再接你一颗 看看是你的天雷子厉害 还是我的护体 魔宫身后 月皇小心地 将珠子揣进了怀内 就望着韩力寒声说道 这句话一出口 空中的人都是一阵 不由地再望向了韩力 韩力神色没变 可心里却暗哼一声 平静地回道 在下也很好奇 到底阁下是黑煞教主 还是刚才那人才是 而且 看情况 阁下已经吸纳了 那人大半的修为 这世上竟有这种甘愿为人 做嫁衣的修饰 韩某可有点不解了 韩力不回答对方的提问 反而另提他话 很明显露出了针锋相对之意 可月皇听了却 露出了古怪的神情 既像是讥笑 但又像是惋惜之意 但随后 此人不知想到了什么 面上煞气渐盛 双眉倒竖了起来 韩力心中一领 当即嘴唇微微一张 往其他几人耳中 轻轻传音了几句话 让陈巧倩和宋蒙四人 面露恶然之色 韩力见此 冷漠地说道 我话已至此 信不信都有你们了 韩力这句话 倒没用传音 因此就连下面的月皇 都听得一清二楚 让其面上一寒 突然抬手一指 一道拇指粗的 红光一闪即逝 转眼就到了韩力面前 吃了一惊的韩力 虽然震惊着 红光如此之快 但还是勉强将 白灵盾和龟壳法器 往身前重叠一挡 随后身上清光一冒 一道青色的盲盾 就出现在了身上 面对这不知底细的攻击 韩力可 不敢有丝毫大意 扑扑两声轻响传来 韩力几乎闻声的同时 身体就下意识地猛然一侧 红色万分难看的扭头瞅去 只见右肩上鲜血直流 竟多出了一个 手指粗的血洞出来 舔了舔了 有些发干的上唇 韩力有些难以置信地 往身前的法器望去 一个同样大小的戏洞 出现在了重叠的 白灵盾和龟壳法器上 他们同样被那 不起眼的红光洞穿过 至于身上的青元剑盾 没起到丝毫作用 几乎是一处击溃 早被那红光消融地 无影无踪了 看到这里 韩力的心直往下沉 若不是他九席罗烟布 身手够敏捷 就这一下 他就被击穿心脏而亡了 在这修仙界一不留神 谁都可能小命不保啊 韩力越想 心里越是发毛 他虽然知道 对方吸纳了蓝袍人 大半的法力 肯定实力远胜以前 但是厉害到 这么离谱的地步 这可大出乎意料 韩力不知道 当其现在惶恐之急之际 下方的月皇 见着一击 没有杀死韩力 心里更是惊恶之急 别看他施展出的 刚才那招 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 但实际上 这招血灵钻 是其在平常修炼时 将体内的某些真元 慢慢凝炼压缩数十倍 暗藏在体内 好出其不意杀人用的 完全是一次性的攻击 不但凝炼时痛苦不堪 而且炼成一枚耗时极久 是他所修魔功的杀招之一 以前他施展出来无往不利 根本没有任何一名修士 逃得过此击 可现在竟然只是轻伤了韩力 这让他怎能不惊讶 如今他体内的血灵钻 也只剩下一枚而已了 是不是再试着攻击韩力一次 这让他有些犹豫了 陈巧倩等人 也目睹了刚才的攻击 何望到了韩力负伤的情形 不禁脸色大变 在不知不觉中 韩力已经成了这几人的主心骨 他的意外负伤 让其他人惊慌了起来 走 韩力将目光从伤口处移开后 口中就毫不迟疑地吐到 接着法力往脚下神风舟中狂住 人就一闪的玉气飞往了一侧 宋蒙 周卫娘等人闻言互望了一眼后 紧跟韩力的后面一同飞顿而去 月皇见此情形 先是一愣 但随后就冷笑了起来 他身形一闪的就到了半空中 接着就要飞起直追 但是眼前一花 十只形态各异的傀儡 将其团团围在了中间 第327章 入阵 滚 月皇阴森森地喝道 接着一团血光围着这群傀儡 飞速地转了一圈 然后长笑一声 带着残影直追韩力等人而去 转眼间就不见了一点踪迹 片刻后 呆呆不动的傀儡们 突然四分五裂地 从空中坠了下来 都被肢解了开来 再也没有一个保持完整的 到了自己所设大阵上空的韩力 从自己的分神中 感应的一清二楚 惋惜之余 半点迟疑没有的 一招呼其他人 就斜直地坠入了下面的小竹林中 当韩力等人的身影 向下冲去的时候 后面略被傀儡阻挡的月皇 就飞射一般地追到了 自然将韩力钻入竹林的情形 看得一清二楚 这让月皇意外不解之余 心里大胆惊喜 到了竹林上面的他 剑含力几人 没有从林中出来的意思 隐隐一笑后 立刻双手一挥 身上的血光 硬生生地分裂了一小块出去 扑哧一声 这块血光一闪 就向下面的竹林击射而去 在半路上迎风就长 转眼间巨大无比 将这竹林的上空 全部笼罩了旗内 映得下面通红一片 显得诡异之极 眼看血光无声无息地 侵入到小竹林之上 月皇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他的护体魔光 只要将这片竹林牢牢困住 就可催动另一种秘法 将其内的一切 溶解得一点不剩 对方自入死地 这可怪不得他心狠手辣了 他两手眼花缭乱的 一阵弹动后 就截好了手印 要催动秘法时 下面的竹林中 突然冒出一层 清白两色的光幕 竟将那徐徐降下巨大血光 一下轻易地拖起 这让月皇一震之下 脸色一冷 果然这群人逃到这里 另有打算的 他们竟在这里布下了阵法 月皇有些恼怒地想到 不过这也没什么 仓促不成的阵法 能是什么厉害的 大不了自己连阵带人 一起练花就是了 反正绝不能让这几名人 逃出了皇城 月皇狠狠地想到 主意已定后 他就毫不客气地 将手中法诀一掐 立刻催动了秘法 那本被拖起的血色光滑 发出了耀眼光芒 往下一沉 竟停止住了被拖起之势 但月皇不仅如此 还用手指轻轻往身上 虚滑一道 又一片绝不小于先前的血光 再次往下投去 转眼间就融入了 下面的血光之中 整片血色光幕 更加鲜红了三分 甚至有淡淡的血腥之气 流露了出来 让人闻之欲偶 见到此幕 催动法诀的月皇 露出几分快意之色 双手食指连连弹出 一连串的各色法诀 分别射出融入了下面 血目随着法诀的摄入 开始激荡起来 猛然往四处涌去 竟将整片竹林 一下包在了旗内 以橙深红色的血光 沉沉地压了过去 但里面的青白色光芒 还在苦苦支撑 仿佛随时被淹没的样子 见此情景 月皇才彻底放下心来 对此时的他来说 灭掉韩丽等人 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这几人是插翅难飞 倒是如何善后的事情 很有些落手 看样子 这个月国皇帝 是当不下去了 只有隐姓埋名 另起炉灶了 月皇有些遗憾地想到 月皇在空中 考虑后路之际 竹林中的宋蒙几人 则提心吊胆之急 他们几人听到 韩丽的传音 让他们撤退时 紧随其后 就可保住性命 出于对韩丽实力的信任 他们几人都不约而同的 一言做了 可万没想到 他们进到了 这个莫名的小竹林中 而身陷决地 这竹林虽然布下了 防护阵法的样子 但如今四面 被对方血光围的水泄不通 此阵法已经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 阵破人亡的危险 这几人怎能不惊怒至极 韩师殿 这就是你留的后手 宋蒙有些不敢相信的 喃喃问道 是的 怎么有问题吗 韩丽扬手 注视着上面的情形 头也没回地淡淡说道 宋蒙刷的一下 脸色苍白无比 钟卫娘和那 失去了双修伴侣的 陈巧倩师兄 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只有那陈巧倩 望了望韩丽 不动声色的面容 眼中闪过了一丝 若有所思的一色 韩丽 你若是有其他手段 就说出来吧 不要让我们蒙在鼓里了 我相信 以你的手段 不可能只布置了 这一个后手吧 陈巧倩忽然冷静地 开口道 听了此话 其他三人一愣 接着精神一阵地 望向了韩丽 显然他们也都觉得 以韩丽前面对敌时 显露的甚密心思 的确不可能出此昏招的 韩丽闻言 有些意外地低下了头来 像几人淡淡地一笑 放心 我既然将诸位师兄师姐 带到了此地 自然心中有数 他神色如常地说道 接着伸手 往储物袋中一拍 一杆青紫色的小旗 出现在了手上 旗上满是密密麻麻的 符号皱纹 显得此物绝非普通法器 这是镇齐 钟卫娘惊讶地叫出了声 镇盘和镇齐之类的 布镇法器 的确在越国很少见到 师姐真是见多识广 韩丽亲赞了这位七师姐一句 默认了对方的话语 这让宋蒙几人大为意外 同时信心略微一掌 看来这位韩师弟 还真的另有其他准备 在他人的注视中 韩丽将小旗放在双手中间 轻微的一撮 那小巧的镇齐 瞬间暴涨了数倍大小 旗面上隐隐发出了 青紫色的光芒 韩丽双手将镇齐平横掌上 口中低念了几句咒语 高声吐了一个急 字 顿时青紫色镇齐搜的一声 自行向一个方向积视而去 不见了踪影 接着韩丽从储物袋中 接连取出了 其他三杆一模一样的镇齐 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飞射至其他方向 隐匿不见 做完这一切后 韩丽才冷冷望了一眼天上 手中又多了一杆 杏黄色的镇盘 此镇盘黯然无光 毫不起眼 可韩丽郑重地平横此法器 高举头顶 然后那么轻轻地一晃 只见一道粗粗的黄色光柱 冲天而起 直直地击向了的青白色光照 而几乎与此同时 其他四个方向 也同样飞出了金 青 红 蓝四种颜色的光柱 一同摄入到了上面 原本摇摇欲坠的青白光柱 一吸入这五色光柱 马上为之一吻 并传来了淡淡的潮汐之声 此声音由小变大 由慢变快 越来越响 越来越频繁起来 渐渐地 就犹如无边的响雷 在头顶上连结成一片 让人听了震魂落魄 不能自已 那青白的护灵光柱 竟随着此声音的高涨 逐渐改变了颜色 此时变成了五色的霞光 任凭外边的红光 如何晃动冲撞 此光都犹如狂涛骇浪中的 礁石一样 纹丝不动 见到此目 宋蒙等人提着的心放下了 才知道 含力布置的这个阵法 竟然大不简单 看来保命绝不成问题了 上面见此阵产生了一变 一连催动数番魔宫 都没能奈何下面采光的月皇 感到了事情不妙 他面照严寒地闪出迟疑之色 皱了皱眉后 突然一跺脚伸手一招 顿时下面的血光 全都如同江河倒流一样 由大到小地飞回了其身上 然后毫不迟疑地转身化为一团血光 就往天上飞顿就走 其速度之快 就是含力 也要自愧不如 可是此人去得快 回来得更快 不知为何其在天上飞顿了一圈后 就转回了原地 他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又一连飞顿了七八次 但每次不过离开原地数十丈 都会老老实实地在天上多了一个圈 再次地飞回原地 这时 月皇面容上不再是惊疑之色 而充满了惶恐的神情 看到此景 下面的韩力冷笑了一声 而宋蒙等人则张目结舌起来 钟卫娘更是惊喜交加地握紧了拳头 即使长长的指甲 将表皮划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 而丝毫不知 而陈巧千意外的面容中 还包含了更复杂的神色在内 韩力可没时间给这些人 解释颠倒武行镇的奥秘 而是一抬手 放出了白灵顿和龟壳法器 环绕其身边 嘴上更是陈生说了一句 大家有福宝 现在就趁此机会激发 一会儿一起出手灭掉此人 既然陷入了这个大阵中 此人一时半刻 绝逃不出此阵的 韩力此话 说得自信之极 第328章 黑血刀 听了韩力自信的话语 再看到韩力取出一张 青色俘虏闭目坐下的样子 陈巧千和钟卫娘 也一言不发地 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张红色和黄色的福宝 一样盘膝激发起来 陈巧千的师兄和宋蒙 则相是苦笑了一眼 他二人可没什么自己的福宝 那陈巧千的师兄 虽然手上有一枚 道履遗留的蓝色福宝 但他刚到手 根本不甚了解其威能和效用 自然不会半生不熟地 拿出来贸然使用 于是 这二人干脆干巴巴地 站在韩力等身边 给他们三人护起法来 这时天上被困住的月皇 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这样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根本不是一个办法 就停下了 身形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低头沉吟了起来 片刻后 月皇猛然一抬手 猙獰着将头上的金冠一把扯下 长长的黑发蓬松散下迎风而动 遮住了其半边的面孔 与其身上的血光一衬 显得月发腰一神秘起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用锋利的指甲 左右交叉在手腕上一滑 大量的鲜血狂涌而出 全都融入了周身的血光之中 鲜红的血光陡然一暗 刹那间 转为了暗红之色 现在那闻之与有的血腥味道 即使相隔这么远的宋蒙等人 都闻到了一二 让他们脸色微微一变 但毫无办法 只能苦看着敌人继续施法了 见到周身的血光颜色 已经转化完毕 月皇一张嘴 喷出了两道红漆到自己手腕上 也不知是什么法术 两个深深的伤口 马上停止了流血 并由红转弹渐渐消去了 但月皇的面容 明显苍白了血多 接着其脸上绿色一闪 伸手往怀内一摸 一个光秃秃的乌黑刀柄 出现在了其手中 此刀柄不算大 长约半尺 但黯然无光 残疚之极 非常不起眼 但月皇手捧着此物 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仿佛这东西不是什么死物 而是一件危险之极的东西 他双目盯着此刀柄 嘴中开始滴滴念起咒语来 咒语声不大 而且苦涩难懂 但那缓慢之极的声音中 隐隐有一股蛮荒之气弥漫开来 让人一下就感受到一种上古的感觉 他要干什么 宋蒙在下面 远远望见这一幕 大感吃惊 不禁下意识地问道 不知道 可能在施展什么厉害法术吧 一旁的那位同门 同样听不懂咒语内容 有些担心地说道 虽然二人都不知道敌人的用意 但看此人自残放血的情形 也知月皇有些苟急跳墙 想拼命的意思了 就在宋蒙两人忐忑不安之时 月皇口中的咒语声 节奏加快了许多 那股蛮荒气息越发地浓厚 月皇目中红光一闪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刀柄在咒声中突然爆发出一团黑光 竟在黑光的包裹下 凭空漂浮起来 一直升到其头顶一尺高左右 才悬浮不动 月皇见此 月发谨慎了 双手熟练之极地 接出了一个个奇怪的手印 让周深的血光中 浮现出了一缕缕黑色的血丝 这些血丝一现身 就自行向那刀柄处急速飘去 开始这些黑血丝 还只是一两条 数条的浮现 但没多久 血丝就开始十几条 数十条 甚至上百条地 从血光中涌现了出来 它们全都飞蛾扑火般地 冲向了刀柄 转眼间 此刀柄就被密密麻麻的 黑血丝缠得风雨不透 并在一番蠕动后 凝结成了一块不小的乌血团 刀柄彻底被其包裹在了旗内 而细看着乌血 黑中透红 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让人一见之后 竟然有种要将人魂魄吸进去的 诡异感觉 实在妖异得很 可正节手印中的月皇 见到这一幕 却露出了喜色 他将手印一散 正想施展另一番手段时 那原本停止了蠕动的黑血 却发出耀眼至极的黑光 再次激烈地蠕动起来 开始一会儿翻滚 一会儿膨胀 显得极不稳定 见到这一幕 月皇刚露出的喜色消失不见了 反而表现出恐惧之色 他慌忙扭头向四周望了望 在回头望着血团时 脸上畏惧之色更深了几分 但马上其脸上露出决然之色 低吼着吐出几个深重的咒语 然后狠狠一咬自己的舌尖 一口污血 连同一点舌尖碎肉 断变形的血团之上 耀眼的光芒也暗淡了下来 月皇见此 仍不放心的风车般 急掐了十几个法掘 一口气全砸到了上面 这下血团上的最后一点光芒 也随之消散了 月皇此时才大松了一口气 在那口精血喷出后 他的面容骤然老了十几岁 看起来憔悴无比 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其他的事情 而是随手一招 身上的血光 粪出不小的一块 猛然往血团上一扑 同时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是因他舌尖不见了 实在有些吐字不清 只见那外照血光的黑血团 渐渐地变形拉长起来 并在其最后一句咒语结束后 重新露出了乌黑的刀柄 变成了一把刀刃由黑血组成的真正长刀 散发着惊人的血气 见到此刀 月皇脸上露出了狂热之色 他不再迟疑地伸手抓起刀柄 将其握在了手上 并随手挥了挥 丝毫威力没险 但他却露出了满意之极的神色 深深地望此刀一眼 月皇意气风发的一声长笑 便连人带刀地化为一个巨大血光团 猛然向下面的竹林冲去 让正紧密注视这边的宋蒙等人 大为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 原本闭目的韩力张开了双眼 闪着冷冷的目光 盯着那向下扑来的血团 刚才 韩力虽然正在下面催动着手上的福宝 可是凭借其强大的神石 还是一直将对方的举动 掌握得一清二楚 但是当那把黑色血刀一成形之际 韩力原本游荡在其附近的神石 马上被黑色血刃强行吸纳了过去 大有要全部吞噬的架势 这让韩力大惊之下 急忙将神石猛然往回一收 幸亏血刀这种犀利 只是此物自身的举动 并没有那月皇主持分毫 所以轻易地逃脱了出来 并马上返回了本体 但就是这样 也让韩力吓出了一身冷汗 若是神石真被此血刀吸取 他可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现在韩力虽然知道此刀的厉害 但他对这匆匆不成的颠倒五行大阵信心更强 毕竟那位结单器的雷万和都说过 就是他破原先那套未改进的颠倒五行阵 都不是轻易之事 如今换了这威力更大的心部阵法器 虽说没有不止完整 但他也绝不相信对方 一味助击器修饰 就能短时间破了此阵 因此虽然睁开了双目 但他心里仍丝毫不慌 就在韩力心理念头转动时 月皇身上的血光 已经撞到了五色霞光之上了 顿时发出了 吱吱的巨大压力声 霞光轻易地将它挡在了上面 但心里早有准备的月皇 脸上露出凝笑 双手猛然紧握住那把黑血刀 恶狠狠地朝着霞光就是一刀 一声尖笑从此刀上传来 接着冲天的黑芒一闪 此刀竟发出了十余丈长的惊人黑色刀芒 刺拉一声 霞光竟然真的被展开了一大块 露出了一条仗许宽的通道 月皇见此心里大喜 毫不迟疑地一闪就冲了进去 同时 双手黑芒闪动不停 人竟然真的冲进了霞光之中 啊 这如何是好 宋蒙当即惊慌地失声道 另一位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样满是焦虑之色 不用惊慌 那霞光只是低层防护而已 我这大阵没这么好破的 就在这时 两人的耳边响起了 含力淡淡的声音 顿时让他们脸上一喜 震惊了下来 不过 他们同时也大胆惊讶 这位韩师弟 竟然在驱动福宝时 还有余力分心传音 还真是厉害 这时的月皇 三下五除二的 闯出了十余杖的霞光层 一下就清楚地望见了 下面的黄蜂鼓等人 自然也将 韩力几人驱动福宝的情形 看得真真切切 他当极面上音音一笑 一闪就先到了 韩力头顶数丈高的地方 轻轻一挥手中黑血刀 十余杖长的黑色刀芒 迎头披下 第三百二十九章 灭敌 宋蒙两人一见月皇攻击 盘息而坐的韩力 心里都是一惊 虽然知道凭此刀的威力 他二人根本接不下一招办事 但也可无奈的同时 一仰手 一个放出了一连串的火球 一个扔出了张福禄 画出了七八颗末盘大小的巨石 砸了过去 希望能稍阻挡一二 可惜这两种法术攻击 在那巨大刀芒的轻轻一扫之下 根本尚未接近此刀 就被压得荡然无存了 接着刀芒重新往回一转 挟着一股恶心之气 狠狠地再次披下 韩力眼看刀芒力就要极深 却神色未变 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月皇见韩力如此镇静 心里就是一正 尚未仔细琢磨其身意 手里的刀芒就先砍了上去 月皇这一刀下去 眼前一花 韩力从其身下消失了 这一刀竟然落到了空处 他一惊之下 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又回到了数十丈的高空处 下面入墓地 仍是那五色的霞光 他竟被挪移回了原处 月皇脸色非常的难看 一咬牙刷刷几刀 再次破开了霞光 冲了到了下面 而韩力仍盘坐在原地 淡淡地望着他 此次月皇没有鲁莽地 直接冲上去 而是一抖身子 大片的血光 铺天盖地地压了过去 随后黑色刀芒 才紧随之后的而至 因为事先心里有了准备 所以下面发生的诡异一幕 月皇终于看清楚了 血光在离韩力头 顶仗许高的距离时 仿佛被什么吞噬了 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着在身后的高空处 他同时感应到了 自己护体魔光的出现 竟真的瞬间 被转移到了原处 在月皇的惊骇中 他下面的一刀 自然丝毫用处都没有 连人带刀的一闪后 重新回到了 霞光上的高空处 这次月皇脸色发白 首次露出了惊慌之色 他不再向下方冲去 而挥动手中的黑血腰刀 不停地发出一刀 到半月的刀芒 向其他方向同时斩去 试图找出此阵的破绽出来 结果刀芒飞出去不久 竟然在一片白光闪过后 原封不动地往回弹射了回来 让他耗一阵地手忙脚乱 前月皇无法走出此阵 只是觉得 这个阵法有一点幻术在其内 所以心里并不如何担心 认为 凭借自己的魔宫 破个小阵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现在竟出现了 人被瞬间转移 强大攻击被反弹的情形 这让他的心直往下坠 这可是那号称 禁断大阵的强大阵法 才会出现的禁止 就在其心里极度不安 大感不妙之际 一股强大的灵气 突然从身下的霞光下传来 让他不禁心里一领 急忙将手中的黑刀握紧 身上的血光 也漠然急速旋转起来 整个人刹那间 被一股血色旋风包裹在了旗内 江湖的风雨不透 接着又有另两股 同样不弱的灵压 从下方爆发出来 随后在一阵嗡嗡 地声响中 下面的霞光分裂了开来 露出了一个直径障 许大的圆形通道 瞬间 密密麻麻的青色小齿 从通道中蜂拥而出 化成一股青色的激流 浩浩荡荡的 直奔月皇而来 红色小剑和一颗黄色金球 先后飞出 两者一出通道 就发生了一变 一个变得巨大无比 另一个则发出刺目的黄光 在陈巧倩和钟卫娘的驱使下 这两件福宝 无声无息地左右一分 包抄而去 看到这一幕 血风中的月皇 脸色铁青 突然把手中的黑血刀 疯狂般地狂舞起来 顿时七八道 巨大刀芒接连射出 迎着青色的齿裙而去 结果在一阵 噼啪啪啪的爆裂声中 竟将齿裙的小齿鸡碎了大半 下面操纵福宝的韩力 脸色微微一白 因为心神相连 他也受到了牵连 这把血刀的威力 还真出乎了意料的强大 幸亏他不用硬碰硬的招架 但现在的月皇 只是在做垂死挣扎而已 即使有刀芒阻碍 剩下的青齿裙 和后面的红色小剑 黄色金球 却趁机飞到了血风之前 毫不迟疑地扎了进去 紧接着鲜红的旋风柱中 各种奸笑声大起 青 红 黄三色光芒 不停地绽放出来 与那黑芒相持不下 显然里面的争斗激烈无比 突然其内传出了一声惊怒之声 在一声破裂声中 黑芒和黄红两色 同时狂闪一下 接着 这三色光芒 彻底从血风中消失了踪迹 而下面坐在韩力身侧的 陈巧茜和钟卫娘 同时脸色一下灰白 眼神变得毫无神采起来 七师妹 你们没事吧 宋蒙剑子 急忙关切地问道 没事 对方那把血刀真是妖艺 竟然硬生生地 和我与钟师姐的福宝 拼个同归于尽 现在就看韩师弟的福宝 能否击毙对方了 陈巧茜从怀内摸出两颗蓝色药丸 自己扶下一颗 扔给钟卫娘另一颗 轻声地说道 两位师妹的福宝毁了 另一位听了 神色骇然之极 在其心目中 除了法宝外 福宝应该是无敌的才对啊 不错 我怀疑 对方那柄妖刀 可能就是某件法宝的残片 钟卫娘扶下丹药 脸上升起一片不成长的红润 红唇微张地说道 法宝残片 这怎么可能啊 陈巧茜也惊讶起来 就在此时 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他们头上 轰隆隆地连绵响起 让这几人吃惊地急忙忘却 隔着淡淡的霞光 在大战的地方 爆发出了青色 血色混合的耀眼之光 片刻之后 血光急剧减少 彻底被青光淹没在了旗内 然后所有的光芒渐渐地消失 露出了直直挺立着的月黄 只见他脸上满是茫然之色 嘴唇动了一下 就如同瓷器一样地崩溃了 整个人变成了一堆烂肉 直直地从空中掉落下来 被众人头上的霞光上 轻轻拖起 见到这一幕 韩丽的这些同门 露出了狂喜之色 宋蒙更是直接转过头 向韩丽激动地大声道 韩师弟 你灭了这魔头了 我就质疑定行的 我这也是将福宝剩余的威能一起放出 才能将其血光破掉的 否则恐怕还要纠缠很久 韩丽面带微笑地站了起来 话里充满了一丝自得之色 说起来将这福宝威能大量引出的法门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用出来的 也就是韩丽前后使用 和见过了这么多不同的福宝后 才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得 这可是一种犀利的克敌手段 虽然大大减少了福宝的使用次数 但威力却提升了许多 对一些强敌 可是有效至极 韩丽也是在前些天刚刚领悟出来的 如今出其不意的施展后 果然将原本就元气大伤的敌人 一击歼灭 当然这件福宝 也寿终正寝地化为了灰烬 不过 韩丽此时的心思 早放在了那血泥五行单上 应付了宋蒙两句后 就不再迟疑地放出两只兽傀儡 直奔那月皇的尸体而去 其他几人见到此景 倒也没怎么在意 毕竟这位敌人 几乎完全靠韩丽一人才能击毙的 战利品当然也归韩丽搜刮了 倒是那中卫娘 见了爆了心上人的大仇 总算脸上有了些欢言 对韩丽连声称谢 他说 刘师兄和其他人地下有知的话 一定会感激韩丽 替他们报仇的 这句话 倒让此行其实另有目的韩丽 有些不好意思 他急忙将话头岔开 建议其他人赶紧再去皇宫各处搜查一下 看看 还有没有黑煞椒的残余较众潜伏在宫 而他还要在此地收拾一下 将大阵撤掉 听了韩丽这话 黄蜂谷其他人 哪还不明白其中的用意 这分明是将搜刮黑煞椒老巢战利品的机会 让给他们几人 顿时宋蒙眉开眼笑起来 陈巧倩和中卫娘三人 虽然觉得不好意思 但韩丽淡淡地一句 我收拾完后会和你们会合的 而且 这黑煞椒主身上 应该留有不少的好东西 也足够弥补我了 听了此话 其他人也觉得有理 便不再推辞了 毕竟今日的大战 他们也真的损失不少啊 于是 在韩丽放开大战后 其他人就纷纷欲气飞离而去 见这几人不见了踪影 韩丽才放心地冲上面那两只兽傀儡一招手 他们就叼着寻觅到的几样东西 飞回到了韩丽身边 第330章 煞丹 韩丽从这些东西中 一眼就瞅见那五颗血泥五行丹 心中大喜 当即从兽傀儡口中 先将他们拿到了手上 细细检查了一遍 从丹药中所含的巨大灵力 韩丽确认了丹药不假 这才放心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匣 将五颗丹丸小心地收起 虽然韩丽不知道 这血泥五行丹的具体功效 但见那月皇如此着仅此物 就可知 那新王府小王爷说的 对杰丹有用的话语 多半因是真有其事 心里兴奋至极 随后 韩丽目光转向了其他的东西 一个漆黑如墨的波鱼 一件寸许大的血红尖锥 还有一块散发着灰白之气的玉剪 望着这些东西 韩丽心里有些发毛 这几样东西 邪修之人专用的法器物品 说不定还有什么禁止诅咒之类的玩意在上面 因此并没有急着去摆弄它们 而是清吸了一口气 双手散发出淡淡的光滑 突然被一层薄薄的清光包裹了起来 这样 韩丽才放心地先拿起那块玉剪 审视了一下 这玉剪除了散发的气息有些诡异外 的确没有什么禁止在上面的样子 韩丽松了一口气后 就慢慢地将神石伸入进去 神石一进玉剪内 韩丽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起来 可是神色却变得古怪起来 一会儿满面惊喜 一会儿极为沮丧 最后则变成了慎重知己的表情 其中还有一丝很少流露的恐惧之色 足足一斩茶的功夫后 韩丽将神石收了回来 可人却有些正正起来 这玉剪内的东西 既在韩丽预料之中 又有些大出其意外啊 其内记载的 果然有黑煞叫易干人等的功法 比如那小王子修炼的是黑煞修罗弓 四大血是修炼的叫煞妖诀 而月皇修炼的则是血炼神光等等 但让韩丽吃惊的是 这些人的功法 竟然全都提到了 一本叫做玄音经的东西 这让韩丽大为好奇起来 但是韩丽匆匆翻遍了预解 也没有找到有关此经书的下落 无奈之下 韩丽只好死了此心 把注意力放到了功法外地 一些诡异的秘书上 其中几种让韩丽一看大戏 不但解除了他一些百思不解的疑惑 更是提到了血泥五行丹的真正用途 韩丽静下心来细细看去 是修炼了煞妖诀的修饰 才可以在体内凝炼出的 类似妖兽内丹的东西 这也是这煞妖诀创立出来的最主要目的 而四大血是 之所以能变身成煞妖 和不服用助激丹 就可以进入助激七 也是因为结成了此丹的缘故 不过 按拿煞妖诀的描述 修炼此功法 即使不使用血迹之术 也因为功法塑成的缘故 别想此生结丹了 助激七就是他们功法的最高层次 其实 不仅煞妖诀 其他几种功法也都大同小异 几乎全都有无法结丹的致命缺陷 当然 相应的他们修炼的速度 再加上血迹之术的辅助 自然提升的 让人目瞪口呆 这血凝五行丹的出现 好像就是为了弥补此类功法缺陷的 这就要提到 预解内的一种叫做煞丹术的秘术了 按照此秘法所述 即使资质在差的助激后期修饰 只要按照此束服下血凝五行丹 都会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可以结成一种类似 结丹七修饰金丹的伪金丹 煞丹 这煞丹刚成时 论威力比真正的金丹略有不如 但是也绝不会相差太远的 并且同样有延年益寿的奇效 当韩力看到此处时 一颗星几乎当即要跳了出来 三分之一的结丹几率 这血凝五行丹也太逆天了吧 它几乎马上就有了 一把抓住那五颗丹丸服下适时的冲动 但此秘术后面提到的煞丹缺陷 却又让韩力恶然了起来 上面说 因为煞丹毕竟是人造的金丹 所以一结成后 便不会有任何增大的可能了 这也就意味着 此修士终生修为 不会再涨一分了 会一直维持在金丹初期的境界 若是仅仅这样的话 韩力还是不会放过此结境的 三转众员弓的三次散弓 再凝结金丹的方法 实在是波折太大 太渺茫了点 而且 即使真的散了三次弓 韩力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 毕竟这弓法 只是那位创出清源剑绝的高人 一种假设而已 可从来没人真的修炼过 而这煞丹术不同了 听此秘术口气 肯定早有人用过此术了 三分之一的几率 这对韩力的诱惑 实在太大 至于结成煞丹 修士便无法进军元英七了 韩力根本不会考虑 这种遥不可及的事情 元英七 韩力只会在晚上做梦时 才偶尔幻想一下的 对现在的他来说 能结丹便是他的最高目标 至于结丹后 是否还奢望宁恋元英 当然到那时再说了 但煞丹术下面的继续说明 则让韩力傻眼了 上面继续说道 煞丹一经在修士体内结成 会不断地释放煞妖之气 时间一长 竟会渐渐侵蚀修士的神志 虽然被侵蚀后 不会出现神志丧尸 六亲不认的可怕下场 但是神志迟钝起来 脑子渐渐愚笨 这可是无法避免的下场 这让韩力心里发寒不已 要知道 韩力一向自信的就是 脑子还算机灵 这也是他在修仙界中 逍遥至今的最大一仗 所以看到此条时 韩力心里稍微挣扎一下 就彻底断了 自己使用血泥五行丹的念头 此时 韩力心里懊恼无比 这岂不是说 他费尽心机才到手的血泥五行丹 根本就成了鸡肋 一点用都没有了吗 但韩力略一思量 就觉得不对了 若是这样的话 月皇为何还专门培养此丹呢 看起老奸巨华的样子 肯定不会自己直接服用的 想到这里 韩力在其他秘书上转了一圈后 注意力就放到了 另一种非常感兴趣的秘书 身外化身上了 这种大名鼎鼎的魔道顶尖秘法 韩力可是早就耳闻已久了 虽然说这类的化身之术 具体功法 效用 千奇百怪 但是无论那一类化身之术 都肯定是魔道中人 示弱性命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各宗 各派最高的秘密 越国七派 曾经千方百计地 收集相关功法 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当韩力一目十行地看完此术 心里狂喜之极 因为他终于找到了 可以使用血泥五行丹的地方了 如果他猜测没错的话 想必那位月皇 当初和他做了同一种打算 所以才会不惜血本地 培养四大血士 从而凝炼出血泥五行丹 而那位被其吸纳功力 男袍人就是他所祭练的化身了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其 为何心甘情愿地被吸纳修为 而毫不反抗了 韩力强压着心中的杂念 迅速将剩下的秘书 都看了一遍 修髓丹和血迹等几样秘书 韩力自己没有修炼过魔功 自然对他们不感兴趣 只有后面的血灵钻凝炼方法 才让韩力多看了几眼 这让韩力记在心上了 韩力将心神退出来后 好好地消化了一番 才把目光落到了另两件物品上 他得到的那件血红色的尖锥 就是血灵钻离体后的凝固形状 应该可以当法器来使用吧 至于那件漆黑的波鱼 则是建名为巨魂波 罕见法器 专门容纳修饰魂魄魄元神用的 只要入了此法器 所有的魂魄元神 都会渐渐地灵性全尸 从此成为普通的孤魂野鬼 专供邪修之人 驱使祭练 而这个巨魂波 韩力只是略微观察了一下 就被波内的阴寒之气 给逼得打了个寒战 急忙将此波收进了除物袋中 韩力很清楚 自己可没修炼此类阴功 自然无法利用此法器了 看此法器的阴寒至此 还不知道有多少修道之人的魂魄 葬送此中呢 多接触此物的话 只会让自己大病一场的吧